白晶法CHO大脑神经元深入佛法 我们从大脑里面也看到了非常多的神经元 这无法用我们单一的数据 所以我们现在在国人完全太疯狂的暗战在台东 在这一片非常美丽的后花园现在开展出来 在我们台东的这个有名佛寺 我们大殿大雄宝殿前面的太平洋是非常美的地道曙光 从我们整个大殿的后山走下来直接在台九县 刚好整个大道的太平洋的森林域 所以白晶法这个大脑CHO神经元证实走在台湾台东 有名佛寺整个森林步道确实可提升我们人类的免疫系统了 从量子理论的解读我们可以感受到佛法的浩瀚 我们光从这个四句六字这完全融入在人类花在新的科技上的时间越多 就越可能因而而受苦了 所以从1984年人们创造了科技的压力 抑郁禅数新科技所造成太多太多不健康的神尾 这些行为造成我们科技的压力 可能来自各种生活使用科技的方式 比如经常检视我们您的手机强迫上瘾的分享情况 如感觉自己需要不断的连续 其症状有焦虑 头痛 心不安 郁闷 精神的疲倦 眼睛和颈部的紧张到失眠 害怕沮丧 烦焦虑 还有照热 甚至发大脾气 台湾是美好的地方 我非常喜欢住在台东 泰马里有名佛寺 城市里面是充满了非常多的刺激 兴奋 压力太大了 所以创新和能量 但是在城市的生活的压力 住在城市里越久 压力越大 所有的压力越大就越容易造成新的文明病 所以压力是21世纪 也就是我们现代呢 因为冠状病毒 甚至新的产生更多的 这些健康的这一种流行病 尤其是身心灵的疾病了 新世纪的文明病 深度的身心灵 心状病 中风 癌症 也有更多的心理疾病 更多上瘾了 恐慌 寂寞 忧郁和恐慌症 压力造成大医疗保健费用 也就越来越昂贵了 全世界欧洲的欧盟 每年的发挥在1700亿的欧业 治疗人民的焦虑和忧郁 美国也耗费了2100亿美元 然而在这个世代 台湾太美 太不可思议了 在台东 在永明佛市 在泰玛里的这一道曙光 大道森林役 太多无数的这些 亲近生起了效果 太殊胜了 好消息即使在台湾的 这个花莲 台东 泰玛里的永明佛市 大殿的大道 大自然中 你懂得留些少时间 对人类的健康 会大大的提升 只要不到两个小时 在太平洋生日 心灵欲步道 可以帮助你放下科技 放慢速度 带您活在当下 大闹全身的减压并放松 当你运用所有的 这个眼耳鼻舍身 甚至在意念跟 自然连结的时候 就能开始运用自然 提供的各种火化平衡 大脑神经元了 降低我们人类的血压 减轻自然的放松压力 改善心血管的健康 和新陈代谢 真正的降低到血糖 集中力和记忆力的平衡 调整肇育症跟忧郁症 提高疼痛 耐受力产生新的体耐力 提高活力 增强免疫系统 提高自然杀手细胞数量 增加抗癌蛋白的产生平衡 红血球 协助自然瘦身减重 减少文明病 达到自然的清静智慧 健康喜乐 太不可思议了 不可思议